今天天特别好,大家看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院子吧 我们从这边开始看起 这是我的多肉 一开始它可小一颗了,就像这样小 然后现在长,它就是自己繁衍 然后长了这么多 这些都是从那个小枝上剪下来的小的 然后现在它长了这么多 我觉得多肉还是适合长在外面 它不大适合盆栽 盆栽还是好看是好看 但是它就是活不久 然后我觉得它还是喜欢阳光 所以我就让它在外面自由地生长 一开始这个东西只是这一株 是我老公送花的时候那个里面插的一株 然后现在长了这么多 都是从那一株上剪下来的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是月季花 我婆婆很喜欢这个花,因为它每个月月开 所以我们买了几株 所以我们买了几株种在这个院子的旁边 这个是卤会 这是我们的月季花,买了很多颜色 我很喜欢这个粉色的 然后这一排都是月季 我们种的这个应该是Bush Rose 就是它比较矮 它还有一种像树形的 那个就是叫什么Standard Rose 这边看过去就是这样的一排 以前我们家这边呢是就是空的嘛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因为华人都不怎么喜欢就是 长就是空的这些 会长野草嘛 然后我们就给它铺成了砖 所以现在是这样的 感觉现在在家里没事 又想把它给拆了 做成草坪 然后这个是爬墙的花 但是它一直都是爬墙 它没有开花 不知道它开出来是什么样子哦 这个呢是一开始买房子的时候 就有了这个树 然后公公婆婆来了以后的细心照料 以前都特别黄 然后我们还刚刚种下了 一株小的石榴树 现在小小一棵 等它可以吃果子呢 要三四年以后了 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吃上那个果子 这有紫色的花 这个花很漂亮 我很喜欢 这里有一只蜜蜂 不要来遮我呀 这里呢是一颗金菊 但是它乍眼一看呢就很像柠檬树啊 所以它送来的时候我就愣住了 我觉得这是柠檬吗 可是它我查了一下这个英文单词呢 翻译过来就是金菊的意思 我给大家看一下它上面的小果子 这个小果子看着也挺像柠檬的呀 然后它的树叶也很香 然后还有刺 知道的小伙伴能告诉我这到底是金菊还是柠檬呢 这面是我公公种的葱 所以我们现在葱基本都不在外面买了 就是葱后面拔 然后这面是公公种的姜 这个姜也不知道可不可以长得出来 然后我们这里有五棵松树 当时买房子的时候就很喜欢 这个后院很绿 然后这个草地是我们新铺的 而且二叔兄也刚捡了草 这个是从那个摘下来的花放在这里做干花 哦好漂亮 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一棵 那个olive tree 橄榄树 这橄榄树一开始长得可大了 然后我们要给它剪掉 它长得可忘了 其实都给它砍了 砍了以后呢 它又长出这样一小时 这个是樱花树吧 每年只开一次花 现在还没有开花 然后我们这边有柠檬树 它还没有黄 隔离在家就是没事搞搞院子呀什么的 平时我们是很少看自己的院子的 都是公共婆婆在这里帮我们打理的 然后最近就是搞了一些 这个是薰衣草 之前还有那个紫色的花 现在 嗯 谢了吧 看看 我们去看看 你看不到紫色的花了 然后这一排都是 然后中间种了几个 就是绿绿植 然后搭配一下 下面呢 就是我公共拍的花园里的日常景色 给大家欣赏一下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